大家好,我找了兩隻 六圈六面,都是運動錶 一隻是波爾,很厲害 都是潛水,有GMT的型格 其實它真的是GMT 你看到8點和10點有兩個Pusher 運動型格十足 並且都有一個兩地時區的功能 另外有一隻梅花,又是六綠 兩隻的價錢是有少許分別 梅花是13,900元 波爾那隻其實又不太貴 因為它不是Corno,所以都是21,000元 梅花這個綠色,用了一種比較深色的配置 鶴形和主要標本的設計 基本上跟一隻600米C Scoper一樣 主要分別就是機芯和300米的主理 但這隻比較特別是因為600米沒有六圈六面 如果說指針造工的細緻度 波爾的確是高一籌 不論是時針和分針都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切邊位 秒針的處理也是比較好 整支秒針的組件好像一個圓柱體的造型 所以在打磨的角度就要投入更多工序 雙日力GMT是三樣最常用的功能 看看這隻標的夜光和玻璃氣燈 692三隻字是有的 即是用一些玻璃管去砌出來整個阿拉麥素母字 並且條字亦有不同顏色 黃色我看到 並且外面的外圈亦有一個夜光的處理 如果標殼的物料方面 兩隻都是有一個陶瓷的旋轉外圈 但是 梅花是一隻鋼錶 而波爾是一隻鋼和泰金屬的混合體 波爾是透底 而梅花是物底 機身的吸數可以說是一樣的 但是波爾的確是多了一個功能 兩隻都是天文台吸數的機身 有兩點我想到梅花是比這隻波爾的 第一就是防水的深度 因為始終是潛水標 第二就是錶扣的處理 那隻一國鍵按下去的dive extension 我們在錶電視 我們在錶電視 剛才是 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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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錶電視 對著 對著